主料,椰浆150克,动物性淡奶油50克,纯牛奶150克,辅量,白糖30克,鱼胶粉8克,椰蓉4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所有的准备材料,来锅里倒入椰浆,淡奶油和白糖加热至白糖融化。 煮至微开时,倒入纯牛奶,倒入鱼胶粉,用手动打蛋器,搅拌至鱼胶粉充分化开后关火,用勺子将表面的泡沫捞去放至微凉,倒入模具里放凉后放进冰箱冷藏至凝固,椰蓉倒进烤盘里抹均匀,120度提前预热烤箱,烤盘放进烤箱中层,闪下火烤十分钟,椰蓉烤至微黄拿出来放凉, 将冷冻好的奶糕从模具中取出沾上椰蓉即可,烹饪技巧。 1.这个奶冻糕的椰类味道比较香浓的,如果不太喜欢椰类味道的,可以将椰蒸减少。 2.如果家里没有鱼胶粉,可以用极力冰线,重制之类淡气。 3.加热液态时,最好用手动打蛋器拌匀4,液态放凉气约30-40度再倒进模具。 5.建议用一些比较容易脱模的模具,我用的那种模具不大好脱模。 6.奶冻糕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或以上即可去烤椰蓉时,最好守在烤箱旁边。 注意温度与时间,不要烤糊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